畫面中一名男子手上拿著空氣槍 走進社區大廳要找朋友理論 昨天上午位於淡水新村街某社區大廳 有三名黑衣人闖進大廳手上還拿著槍 原來其中一名男子跟住在社區內的黃線男子有糾紛 才會衝進來想找對方理論 而警方在逮捕之後 在嫌犯村內發現這一把空氣槍 全案依恐嚇妨礙自由等罪嫌 移送遜令地檢署偵辦 畫面中幾名穿黑色衣服的男子 突然闖進社區大廳胡亂走動 而其中一名男子手中更握有槍枝 讓一旁的保全嚇壞了 提高警戒 馬上打電話報警 而這其中一名男子手上拿著槍枝 不斷的揮舞抱出口 在大廳來回遊走 似乎是在找尋仇對象 根據了解穿黑色衣服的真姓男子疑似是與另外一名黃姓男子之間有發生糾紛 而真姓男子來到黃姓男子的住家 他埋伏想要找他理論 而警方到場後立即逮捕其中一名黑衣人 也在他們車內發現這一把空氣震爆槍 調查後也發現這一把槍枝缺少轉接頭零件 也沒有發現填充鋼瓶 因此無法開槍 但警方還是相當謹慎 經過訓問之後 也依照恐嚇和妨礙自由等罪嫌 將嫌犯移送地檢處偵辦 記得許多元一淡水採訪報導